当初在拍摄搭讪的时候 何赛飞走到陈宝国面前 反手就给了他的大嘴巴子 陈宝国当场猛圈 剧本中就没有这一段 不会要公报私仇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大展门的剧情中 有一段分别的戏码 但是何赛飞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不知道该怎么演 就去请教了刘佩奇 刘佩奇表示 你先给他一巴掌 然后再给他一个吻 那感觉绝美 何赛飞觉得有道理 就想着何陈宝国商量一下 却被刘佩奇拦了下来 表示你要是和他商量 他肯定不同意 你先斩后揍 他肯定能接得住 这就上演了刚开始的一幕 在问陈宝国的时候 他就知道加戏了 这样一演 大展门获得了收视冠军 戏中的演员也跟着大火 观众也是评价 何赛飞演得太不错了 当初是戏的时候 导演还觉得 他唯唯懦懦地演不好这个角色 没想到他气场全开 着实让导演震惊 在杀青的时候 酒喝多了 还豪言壮语地说 杨九红就给我来演其他 演员拉都拉不住 也许就是这种 外柔内刚的性格 才成就了 剧中特立独行的杨九红 他可以做温暖大方的淑女 也可以有洒脱豪气的男子气概 对这样的他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